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大家又到我们的威廉赵老师的时间 那当然赵老师呢很用心 他最近因为奥运的关系 帮我们邀请到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进来跟大家再做其他的介绍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我们带赵老师进来吧 威廉跟大家问个好吧 OK 靠儿好 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威廉老师 嗯哼哼哼 诶 我听说你现在是在上课 然后偷偷跑出来是吧 你干嘛把他讲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要破我哏嘛 对 就要破你哏 OK 还要上传出去 OK 没关系 那你今天要介绍哪一位大师跟我们认识一下 OK 因为最近我们开始 台湾在比奥运体操了 那昨日应该是昨天 昨天还是前天 我们的体操国手 棠选手他破了台湾的记录 在全能当中得了奥运第七名 其实我们跟奥运有关系的相关人士都蛮兴奋的 所以明天8月1号是我们单项的奥运体操的一些决赛 所以我们台湾也有一个两个选手会去比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礼拜天可以看一下决赛的部分 因为我之前在国训中心的时候是带奥运队 所以我就一直对这件事情奥运体操队 所以我对体操的部分一直都情有独钟 后来去了北京也是带他们的女子体操队 所以我一直就想趁这次的奥运做一次体操的特辑 刚好大概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我的小朋友大概两三岁 所以有让他去上一些幼儿体操 因为这几年我们说小朋友的发展 事性发展很重要 就是不单纯只是在家里看看电视 其实要让他多做一些大肢体的发展 所以我就刚好找到我之前 在佐迅认识的一个前国手 佳恩 所以今天会请他过来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佳恩他自己的背景 还有他们会介绍一下体操的部分 还有他现在在台中开的体操馆 又有体操馆成体操馆他们的一些范畴跟服务的项目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佳恩Cue进来 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佳恩 然后接下来再请靠我跟佳恩播一下PPT的部分 佳恩他之前是高雄的体操队 也是前国手 后来我跟佳恩已经一段时间没联系了 去年去找他以后发现佳恩非常的有生意头脑 果然学体操的人 学体操的人如果又有头脑的话 其实很恐怖 所以佳恩他之前是学体操的 后来我跟他聊过以后发现他的理念蛮好的 他就是想把体操推广化 让大家更认识体操 除了这个之外 他自己也开立了一个公司 然后也有一个体操的工作室在台中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让佳恩来介绍一下 他讲会更清楚 OK 好 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 其实在一开始体操退休之后 我就是会觉得 认为体操他其实是很好的运动 那我们就先从 介绍体操这件事来说好了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 竞技体操这个项目 有分男子体操跟 女子体操 图片上看到的话就是 最下面那张照片是地板项目 那地板项目顾名声音就是 在地板平面的上面 不过比赛的时候是一个 有弹性的地板 对 然后在一个弹性地板上面开始做 各式样的空翻 然后有连接或者是 两周空翻型的 那目前世界上最强的就是可以做到 虚体后空翻三圈 对就是 还算是 超正式 人类的极限了 然后再就是 安玛项目 那安玛项目就是我们 8月1号李志凯选手准备要 代表 中华队去 比 的那个 单向决赛 那其实他 这一次很让人振奋的一个消息是他是以 第一名的 预赛成绩 入选 那这个 这个其实是会让我们非常的抗讨 因为 在整个 体操领域当中其实还蛮多人不清楚 就是 体操到底是什么 所以如果透过可能奥运赛事啊像或者是 明年可能会有亚运赛事 那其实会更多人了解体操这个运动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吊玛项目 第三个就是吊玛项目 然后其实我们台湾这次有一个 吊玛选手 刘朝伟 那他在 准备出发前一周的时候受伤 那这其实是蛮让人伤心的 因为他在 吊玛项目也算是 国内的 最顶尖 也算是国内最顶尖 那接下来的话就另外三个项目 我们往下看 另外三个项目 对 那另外三个项目就是 跳马项目 也是在最下面那一张 然后再是双杠跟当杠 那当杠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在最开始是 唐选手 就是昨天 前天的时候 全人 决赛 获得第七名的 其实他在 18年的 亚运的时候 他是取得了 冠军 对所以是 其实他在今年 奥运其实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里程碑 过往 台湾选手大部分确实都是以 阿玛项目为主 去进到 国际级的 国际级的 决赛 那过完 有 也有跳马项目跟 吊玛项目 那当杠的话 唐选手算是近世代以来 的第一位能够进到国际 比赛的 决赛 对 但很可惜是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在 呃 弹杠过程当中有一个 些微的失误 对我可以问个问题 没有办法 嗯 抱歉 像台湾现在有多少的 呃 人在 呃 从事这个体操运动的这个 部分 因为其实像你们你们在介绍 呃我也很少听到人家在介绍这个部分 像在台湾现在 第一普遍吗 然后第二呢 呃 大概有多少人 那当然看起来是比以前还要多了 那这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相信可能五年 十年 十多年 二十年的时间 呃都是哪一个单位在推广 好 这个的话其实在 呃 十几年前 的话有一个俱乐部叫做飞企儿 儿童体操俱乐部 那就是由他们 算修典算先锋 然后还有包含 呃更之前有个比较 目前没有那么大型的可能像快乐小熊 或者是 呃 快乐猴之类的 元气小虎等等都是有体操俱乐部 那在 学校当中的话 高雄以前是体操大县市 跟宜兰 然后 对 高雄是体操大县市 然后就是由学校 只要在学校训练的大部分都是专业校队 然后再就是可能是宜兰 那 当时就很红的就是李志凯小时候公正国小 的那间学校宜兰 接下来的话就是慢慢的从 台北 长春国小 然后 呃屏东 那屏东的话就是更特别是他是以女子体操为主 然后接下来是 呃慢慢的普遍就 呃到台中也有 专业校队 那这几年来的话 以专业选手 来看的话 一直都不会太多 如果以国小 就是整个一到六年级哦 专业选手可能不到三百位 可能不到三百位 对 那 一二年级可能会有很多人训练 但到三四五六年级的时候随着难度增加 就会慢慢开始有人 呃渐渐离开体操 那到了国中高中 就是每一个 呃像全中运赛是 队伍可能就只有五队 六队七队 那有些时候甚至是更少队伍 那大学的话目前主要就是 呃 国立体育大学 然后跟 台湾示范大学 就是李世凯跟唐嘉宏的 学校 为主 那因为到了大学之后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专项的训练 所以就会更少人 那当然有其他学校 可例如说北体 国北教 或者是 江涛师大 高雄师大 可能都会零星有个 两三位 一两位的选手 那不往都 呃 不多 那这几年令人比较振奋的消息是 俱乐部有点新奇 像台北的 基本的可能像中正杯比赛 我听说今年的中正杯比赛有800人参加 我这么多啊 他是属于俱乐部形式的话就比较偏向快乐体操 娱乐性质比较高 然后 目的就是真的是让大家先接触简单的体操 那当然有真的是有不少的俱乐部从中去领选出真的很想要练体操的 选手 对 那包含我们场馆也是 我们场馆也是也有 几位选手是后来要进到专业训练 听起来好像不错 对 其实大部分我觉得专项运动要能够让大众知道的话 确实俱乐部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开始认识体操 要把全国唐帆床大赛 是是是我开始认识体操我也是从那个看那个翻滚吧什么 那个电影才开始知道 对对对对 那个应该有影响 对不对 对 有有有 翻滚吧阿信这些真的影响 那尤其 彭于燕之后整个爆红 哈哈哈 那彭于燕是真的有去练吗 是吗 好像是真的有去练 他真的有 他真的有 OKOKOK OK好好好 那让你们来继续跟 我们介绍 接下来的 这些PPT 好 好 那么往下看的话就是 女子经济体操 女子经济体操的话 他就四个项目 那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 是四张 图片 那像今年的话 也是 睽違半个世纪以来 我们台湾 女子体操中进到奥运的殿堂 就是丁华田选手 那他的主要项目是 平和木 那平和木他 其实是 呃 蛮有机会 也是可以进到决赛 或者是 呃 名次很前面 但很可惜他在 预赛资格赛的时候就失误 但是 他今年就18岁 所以我们 这么年轻 对 期待他 在 巴黎奥运 就是2020年巴黎奥运的时候的表现 诶我看有些国外的体操选手 很老诶 他这可以 玩到那么老吗 对啊 就像 这个 那是哪一个国家的 好老 那几岁啊 我们的滋味 这正是打破我们的滋味 因为 体操是 很极限的运动 很极限的运动 对 所以 像 今年奥运 女生 有一个传奇人物 46岁 女生喔 真的很不可置疑啊 那他这个 他 我想问一下 可能要问这个 物理治疗师 40多岁你还建议去这样子翻吗 哈哈哈 这个 这个体操妈妈 那时候上 新闻的时候有讲嘛 他有 某一些特殊的情节跟动力啊 哦 为了 嘿嘿 但是他这如果一受伤怎么办 他 体操选手 都大小伤不断啊 应该说每个 国家级运动员 都是大小伤不断 就是看你怎么去 克服你的伤 然后 跟你的身体 沟通 继续往下走而已啊 没有没有不受伤的 人在江湖走哪来不挨刀 好好好 OK 我们来再看一下 接下来的是 场馆的介绍 哇 我觉得这不错啊 我想改天过去跟你们拜访一下 好啊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那其实最开始的话 我其实以儿童体操为主 因为我从来没想像过 成人也可以学体操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以儿童体操出家 那就是我们 呃我们本身是 专业选手出身 所以我们有个 比较好的优势是 我们本来就比一般的大众 体育生出来的 更了解体操 而且可以把体操 分解出更 简单或者是分解出更细致化的训练 让小朋友在训练过程中 受伤的距离降低非常多 那我也是因为到台中之后 还真的不少人有 有跑来问说 那他可不可以练体操 那 呃有20多岁30多岁 那我们我们近期真的有学生也是 40 45岁16岁 开始想要学体操 哦 哦 我们其实一开始很担心啦 但是因为通常 这个阶段会想要来学体操的 他本身都具有 瑜伽的背景 那或者是本身就在玩 三铁 运动能力状况真的都非常优秀 欸三铁跟体操有什么关系 三铁不都是在户外跑啊游泳啊干嘛 主要是他身体素质是比一般人 一般可能40多岁的成年人来的 好很多 哦 那他就是 他可能就习惯 挑战自己 对所以他也可能尝试挑战空翻啊 或者是倒立 高难度的训练这些 那这些都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 成人的话其实 女生也蛮多 哦真的哦 大概各占一半 对 大概各占一半 OKOKOK 蛮特别的 OK 好 那我们如果以亲子课程的话 我们的设定年龄是一岁到 八个月 一岁八个月到三岁 对然后是透过跟 父母亲一起完成课程 透过循环式的 训练 因为小朋友在这个时候 如果已经介入了 身体各式各样的活动 可以帮助他在感觉 系统当中的统合 是非常理想的 那只要感 这就通常我们称为感觉统合 那感统这件事情是对于他后续 进入国小之后 甚至国中之后 他的学习能力 专注能力都很大的帮助 并且在 这个年龄层当中 其实他们正要准备从他们的 第一个 社会环境 就是家庭 准备跨路出来 来到了可能介绍他面对的是幼儿园 对然后甚至是都后续的国小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其实是要增加的是 他基础的身体的 基纳力跟感知能力以外 再就是增加他能够慢慢接触外部环境的 主要一个 环节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到儿童课程 那我们三岁以上的儿童课程 就是 大家能够开始听得懂指令 对这个 就我们就可以开始听 让 小朋友可以开始 听得懂指令 指令我们就可以让课程一直慢慢的加深难度 对这个影片稍微看一下 看起来不错 看起来不错 那透过可能单杠啊或者是小跳床啊 然后或者是几个组合电的方式 去刺激他平常不太可能会刺激到的肌肉群 那尤其以感觉系统来说的话 本体诀跟前庭诀 他是需要大量的运动状态下才会被刺激到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课程的规划当中 除了让他的肢体能力 能够持续进步以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让他的脑部 可以受到更好的发展 这些是我们对于儿童课程当中 最期待的 他的一个效果 那威廉你孩子也有去 去上这个课吗 谁 其实 我小孩 其实那个 嘉恩讲的这件事情 如果以医疗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几年 虽然我 在医院不从事 幼儿教育这一块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分支叫做 职能治疗 Occupation Therapy 这靠我应该知道这个职业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大概这 几年来 5到10年来 这种大肢体活动的小朋友 他的问题有 居多的现象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第一个可能小孩多数都会让手机养 或让电视养 所以变成他们肢体活动变少 第二个就是你的肢体活动 这个我们有一本书叫做运动改造大脑 就是当你的肢体没有做大肢体活动的时候 你的大脑的脑 他的回路会变慢 所以像刚刚佳恩说的 我们的潜艇觉 就是大脑里面的一些组织 他会变得比较差 那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说小孩的身体动作的黄金期大概 落在3到6岁左右 所以如果你这3到6岁没有让小孩多接触 各大面的 大面积的身体活动 其实 对小孩后续的发展是不好的 那所以所以有问题的小孩或者是我们说的发展迟缓的小孩 我们会往医院去跑 那如果是你的小孩经过了一些医院的检测 发现没有问题 他就是我们说的 大气晚成 大脑给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找一些比较 专业的专门去做一些肢体活动的场馆 然后让他来做这一些 幼儿的体操训练 真的会有这种事情 有这个其实 越来越多 我这么讲不礼貌 但是 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统计就是 因为现在的外配比较多 外籍配 那 这我们说的 外配跟社会的融入性会有落差 他们都堵在家里就对了 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外配进来以后 他可能要维持家计 或者是他们是低色情地位的家庭 所以对 小孩的一些语言的发展 肢体的发展会比较不注重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医院上面 这个我们说的慢性迟缓的小朋友 或者是大动作发展比较慢的小朋友 其实外配占了一部分的比例 这样子 但是不是这些小朋友有问题 而是他们接触的少 这个是很重要 其实只要他们 对肢体活动有参与好的肢体活动 然后足够的刺激 其实 这些小朋友后来 都没有问题 所以 为什么我后来 跟佳恩认识以后 我发现他们的 体操管 幼儿体操管 是真的是体操管 不是佛放 不是生花戏 这样子 不是溜滑梯 不是在那边 自己翻来翻去而已 对对对 而且他们是选手出身 这些保护啊 伤害处理啊 其实他们 都满有一套的 我这样听 我们还没录完 听到一半 我都想要 帮我女儿先报个名 对对 应该要应该要 我们这边先赚一些 好我们让佳恩 佳恩继续把他的课程 讲完 对 好 那这里的话就有 提到成人课程 那我们 先看一下影片 OK 那我们在成人课程的规划 其实我们都是以 就是以动作训练为主 因为成人的话 他基本上跟儿童的目标 核心目标就不太一样了 儿童的核心目标 体操动作 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其实是以大脑开发为主要目标 所以我们在 儿童课程的环节当中的话 其实非常多元 我们都会建议所有的小朋友 全项目 包含 平和木啊 跳马啊 当杠啊 然后大小 唐方船都一定要去 尝试看看 那成人就不一样了 成人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很明确的分 可能是他是要体能加强的 或者是他是基本体操的 那甚至接下来就是看 像刚刚有看到 他已经身体已经呈现 后躺到一半在空中 那由教练要准备保护 那个其实是后空班的 前置训练 然后他那个影片有可能是他那个准备做后空班的途中 所以像 中阶啊或者是 比较高阶一点的 学生们他们就已经是真的在练 平常很难看到的 可能像前空班 后空班这些动作 那甚至因为我们也有阿玛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也有学员真的是来这里就是 专学阿玛 那这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尝试 但也很幸运的是 其实我们目前的成人课程有300多位 那我真的是出乎意料 300人喔 对 哇这么多人 而且平均大概一周 都会来一次上课嘛 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就是300人 试试成人课程 那这对我来说是很意外 我以为 体操是不会那么多人想要接触的一个运动项目 但渐渐的话就是连我自己 连我自己是虽然投入这个自由市场里面 但是连我都觉得 哇原来他的接受度是还还不错的 听起来这个生意做的比 威廉那边都还要大 然后然后 我可以幻想那个场馆应该比那馆长的还要 还要 还要棒吧 他们的场馆 真的我之前去体操为主啊 哈哈哈哈 对 诶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的 呃参与你们这个 这个场馆的一些活动的 费用大概多少 在这边你帮 帮帮这个帮你们广告一下好了 我们单一堂客的 均价格 如果成人的话 一堂客约落在400元左右 那就是成人是一个小时一堂客 嗯 那他我们都是属于团体课程 那儿童的话就是 450到500之间 那是一堂客是50分钟 那一起的话就是一次大概是12堂客 三个月的时间 那就是大概会落在4000到 6000这间 这之间左右 这是我们场馆目前的价格 我觉得这非常好啊 这个现在刚好 我们赶上了这个已经解封的这个时间点 大家应该也要出去动一动啦 那威廉你这边还有什么要跟大家 强调的吗 我觉得刚靠儿问了一件事情就是 佳恩说的 他有一些三帖的选手 那他们来 上这个体操 其实会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在带队的时候 我也有一段时间 插花跑去田径 那时候田径教练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田径为运动之母 就是你只要竞赛做得好的话 其实你后面会有很多运动都比较轻松 那后来我比较接触比较多的还是体操 那其实当初的那个高雄的黄教练 他也是讲类似的话 就是因为 其实体操动作是我们说的大肢体的动作 无论你在小孩或成人 所以如果 我觉得如果找到合适的场馆或方式 那我觉得对你的 你如果是运动员的话 对你的竞技运动 或者是对你的 运动的生涯或止癌 其实都会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当然是 以站在我们的角度或立场来看 就是第1个避免伤害 避免受伤 因为我是医疗人员 那避免受伤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要用合适的方式 合适对的方式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 儿童体操、幼儿体操 或者是甚至成人体操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 跟那个佳恩来接触 然后了解看看 这样子 那如果 等解封之后靠尔下来 我们就让靠尔来体验一堂 也可以 拍个blog 好好好 随时欢迎 那我们会把佳恩他的这些 场馆的 信息内容放在我们的 这个 YT的这个 描述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感谢 威廉感谢佳恩的时间 谢谢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谢谢 拜拜